對方的選民已經接到假的民調 電話過去也問你去年投給誰 你明年要投給誰 當他回答要投給林靜怡的時候 對方留下一句話 你都不怕了 這是不是一種恐嚇 而為什麼他們有這種電話的機制 由你打給想要自由選舉的選民 讓他們表態 然後再來給他們恐嚇 就是這段前一天林靜怡在記者會上 所說的話 讓同在台中立委第二選區的 顏寬恒在一天之後開記者會 指控林靜怡散布不使謠言 意圖使人不當選 針對台中捷運栏線議題 還有民調電話涉嫌恐嚇等 說法顏寬恒都為請律師搜集證據之後 將儘速對林靜怡提出告訴 至於林靜怡也在顏寬恒的記者會後 做出了回應 那地方上民眾遭受到你們的壓力 這是幾十年來的事情了 我們在地方長期以來 都可以感受到民眾被你們監督 被你們在觀看 我自己辦的說明會 你們派人來監看 難道你們不知道嗎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顏寬恒也被問到為什麼不當作口水戰 而是開記者會 他則說要嚴正 視聽要提出告訴 距離投票大選還有三十六天的時間 選情期戰就連對外公開發言的內容 都是角力的戰場